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复数的点我们都可以用z来表示 那么xy呢就形成个z的space 但是我们却透过一个函数 我们透过一个w的函数 f of z 之后呢我们将它转换到一个怎么样 u跟v的空间 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时候的w呢 space就可以这样 那么在zspace的时候 我们的z呢是等于x再加上iy 在wspace的时候呢 w就等于u再加上iv 这些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 ok 那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嘛 因为任何函数不就是做这件事情嘛 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对我们解一些题目 一些状况的时候呢 又能够提供另外一种地图啊 就是绕道的地图 那可以帮助我们啊 真正的把它解出来 好来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那一般而言呢 我们请你记住 以后我们讲zspace指的是这个 讲wspace指的是这个 ok这个请大家记住一下 好我们来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ok这个例子呢我算在这边好了 我们来看一个example 假设有个mapping 也就是你将zspace转换到wspace的时候呢 这个动作就叫做mapping mapping好像做地图一样一对一对一 ok那你把它呢map过去 所以呢事实上呢 大家从小就看过这个mapping嘛 你看看我们地球是圆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谁会去买一个圆形 圆形的地球抱在身上随时看 不会嘛 你一定是一个地图是吗 一张平面的 所以你把它转换到这个平面上面 要一对一对一 所以这个叫mapping的过程 所以我们大部分呢 我们要看到南极北极啊 这个一点点的区域都被放大了 对不对 那因为它在圆球的上下 这就是一种mapping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种mapping 假设我们有个w 就是fz呢 本身是等于z的平方这个公式 的这个函数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我们怎么来表达它 ok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看 我们在直角坐标系统里面 它的表现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z会等于什么 x再加上iy 所以呢 w自然会变成什么 根据这边w是等于z的平方 就等于这个平方嘛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处理一下 把十步放在前面 虚步放在后面 我们很快就得到 x平方减到y平方 加上i 两倍的xy 我们会得到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 这个w本身是在w空间 它是等于u 再加上iv 那我们是不是u跟v的对应形式呢 就确认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几个东西 第一个 vertical line 假设我们有一条线是垂直的 for example x呢等于c 它是一个constant 假设呢 在我们z space呢 那就很简单了 那就是x等于c嘛 假设这次等于c 它就是一条直线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 这直线 mapping过去之后 变成什么线呢 我们来看一看一下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因为啊 u呢 是等于什么 x平方减到y 减到y平方 所以会等于c平方减到y平方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v呢 等于什么 两倍的xy 两倍的xy 是不是等于2c的y 对不对 这样子我们好像看不太出来 有什么东西 但是假设我们将它整理一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将上面这个啊 稍稍微整理一下 y平方 等于c平方减到u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处理一下 y呢 再把它带进去 ok 再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呢 继续运作 你就会得到了 v平方 等于4c平方 c平方 减掉u 这一看就知道 类似个双曲线的一个 的一个曲线 好 那x等于1会变成什么 我们来看看啊 x等于1 1 2 3 4 5 1 1 它就会在这边了 1 2 1 2 我怎么画得这么宽 就可以画出类似这样一个双曲线 x等于1 那x等于1 2分之1呢 它就会得到另外一个双曲线 ok 就会这样子 假设呢 我们再来算horizontal line y呢 等于k 也是一个constant 请你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那这是u啊 等于x平方 减掉y平方 就会变成x平方 减掉k平方 v呢 因为是等于两倍的xy 会变成两倍的k 乘上x 经过整理 之后呢 你会得到另外一个v平方 等于四倍的k平方 u加上k平方 你发觉下面跟上面的形式非常像 果真啊 它是得到另外一条 ok y等于一 y等于二分之一 你发觉呢 它就变成怎么样 本来是直线 或者是横的 它现在变成了两个松曲面 这个曲线 ok 它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所以在这两边的表现呢 就不一样了 或者呢 我们要是用polar的 用极座标的表示方式呢 你会得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好了 polar form ok 也就是z呢 等于r exponential i theta 对不对 r呢 就是在z空间上面的半径 theta呢 是从x轴开始算起来的一个角度 那么假设我们直接转换 w呢 会等于z的平方 就等于r平方 exponential i2 theta 对不对 它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但我们知道 在转换完之后 这边要写成什么 大r exponential i phi 那么这样一来就知道 这边r呢 会转变成为大r 大r就等于r平方 theta呢 会转变成为phi phi就是两倍的theta 所以呢 假设你来画 x y 转换成为 u v 那你来画一下看看 假设我们这边有一个 1 2 OK 然后我们画个角度 我们要探讨是这个空间 那么半径1呢 就变成1的平方 还是1啊 2呢 就变成4 对不对 OK OK 我们这theta要变两倍 假设这是30度 那么它就变成60度 这个本来60度 现在变成120度 那我这边稍微重画 好漂亮一点 它就可以转换到这个地方过来 OK 完全这样子转换 你就发觉 真的是可以这样子玩哦 玩一玩 好 那我们来熟悉一下各种转换的一些特性 基本上看得到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conformal mapping conformal mapping 指的是什么 如果它抗设 如果它抗设 它抗设 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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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ense 这什么意思呢 假设我们在Z plane上面 Z space 或者你叫Z plane都可以 OK 因为我们画起来只有二维的感觉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有两条线 这一条呢 C1 这一条C2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交叉点的地方 我们叫做Z0 那么假设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这样子 画出切线的时候呢 这边就是它的角度 就你发觉 第一件事情 这个角度呢 是某个数字的话 那么你转换过去 可能会等于另外一个数字 OK 还有一件 但是问题 因为很重要说 这个角度怎么定义 是当这两条线交叉之后 发散的地方 那个叫做角度 所以呢 那当你转换完之后呢 你可能转换到另外一条 另外一个space W space OK 你也会得到C2 star C1 star 中间那一条F的Z0 然后你一样可以得到两个曲线 当中的角度呢 叫做α 这个θ可以Mapping到α 而且呢 不只是有这个大小的关系而已 而且感觉上一样 因为我们是分开来的地方 叫做角度 这边也是分开来的地方 叫做α 对不对 所以在你的感觉上 它们是一致的 这个呢 我们叫W Plan OK 所以按照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把这边叫做W space 或者是Plan Z space 或Plan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种 我们叫做Conformal Mapping OK 但是Conformal Mapping呢 大部分呢 都是OK的 在符合一些状况下面 都是OK的 OK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要Analytic Function 可以解析的函数 OK 这个Mapping呢 IsConformal IfFZ isAnalytic OK 只要它是解析的 那么它就可以Conformal 就维持着角度的对应关系 还有感觉上的对应关系 也就是Angle上面 也有这个关系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适用了 除了Except 除了什么地方呢 除了另外一个地方 叫Critical Point OK 什么叫Critical Point 你把F微分之后呢 Z放到Z0 它会等于0的地方 OK 这个叫Critical Point 好 比如说呢 Z平方 我们刚刚都在解Z平方 Z平方的时候 我们知道R呢 会变成R平方 Fi呢 会变成2θ 但是呢 假设呢 你把它微分 这个是函数嘛 对不对 你把W微分 是不是等于2Z 2Z什么时候 会等于0 当Z等于0的时候 那是不是当Z等于0的时候 它会等于0 这代表什么意思 虽然说我这个区块啊 可以Mapping到这边过来 但是你告诉我中间这个点怎么Mapping 你说这个点Mapping到这边 这个点Mapping到这边 那你说中间这个点怎么Mapping 很难 因为呢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它应该要怎么样定义 OK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的长度已经变成0了 那你说哪有什么角度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点 大家其中的点而已 所以那个点 它无法Mapping过去 OK 我们把这个先记起来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OK OK W等于Z的N次方 OK N呢 等于2 3 4 假设Z等于1次方 那没有Mapping嘛 对不对 还是维持自己本身而已 所以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 但我们知道它微完分之后呢 在Z等于0的这一点呢 它本身还是一样 不是 它会等于0 所以在这一点 它就无法ConformMapping OK 它说啊 我们说的 这个东西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它Mapping完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Z呢 Z Plan 我们在Z Plan运作 Z可以写成R Explonation ID的 OK 这个很简单 那我们在W Plan 来运作一下 W Plan 它告诉我 W等于Z的N次方 等于R的N次方 Explonation ID N Theta 它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假设我们把它 弄完这个叫大R Di My Exponential I Phi 那么马上就告诉我们 大R会等于小R的N次方 Phi呢 会等于N乘上Theta OK 我们有这样子的Mapping的一个关系 好 我们来看看 看看一个很好玩的结果 假设这边是X 这边是Y 假设呢 我们有一个 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它有个特色 我们这个角度呢 给你Pi除以N Pi的N次 Pi的N分之一 所以你N越大呢 这个角度越小 当你把它没平过去之后 你没有发觉 它的Theta 它的Phi角变成什么 N乘上Theta N再乘上这个Theta 就变成Pi 它整个Mapping过来之后呢 它会变成怎么样 在U-Plan的上面呢 它会变成 所有上面 上半平面 上半平面 对不对 所以呢 If Theta 是从0 到Pi over N 转换过去的Phi呢 也是从0到Pi OK 那只要R呢 那只要R呢 是从0到无穷 R呢 是从0到无穷大 那么这次大R呢 就从负无穷大 到正无穷大 OK 两边都可以来来回回 你就把一个角度呢 把它转换到一个平面 整个往上 所以这相当于说 假设呢 老师要你们做一个解 一个解是 两个平面当中 假一个小R角度 好不好解 好像不是很好解 假设不是很好解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Mapping 把它转换到一个怎么样 一个平面上面 你知道 你知道假设这边 无穷大的平面 上面有个电荷的分布 那上面电位 马上就可以解出来 比较简单 解出来之后 再把它转换回去 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呢 它就会提供我们一个 简单的一个算法 你可以把它转过去 E4呢 也是告诉我们说 假设这个是Conformable Mapping 假设F的 这个Analytic函数 除了在Quilical Point之外 它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 不只是保有 这个角度的对应性 以及角度方向的感觉 也包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物理的特性 经过这样转换之后 不会改变 F等于MA 你会不会转换过去之后 变成F不等于MA了 假设是这样子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你的物理特性不一样 你的观念不一样 你的计算方式 完全都不一样了 那这次怎么做 所以假设我们要Mapping 虽然说各种Mapping都有 但是我们眼光 非常集中在 Conformable Mapping的 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在转换之后 跟之前 两边的物理特性 两边的物理方程式 通通都实用 那这样子才会带给我们好处 OK 好 所以我现在来这边 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将几种Mapping的东西 整理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 第一个 W等于FZ 等于Z平方 所以我们在直角坐标系统的时候呢 在直角坐标系统 它可以把你转弯到W Plane 这个地方是直线 垂直的 或者是 横的 垂直的呢 你可以得到类似一个 OK 它可以这样子 或者是 用集中标来表示 我可以把它转换到另外一边 Z Plan W Plan 所以既然已经有人告诉你 它可以这样子转换 你当然就必须把这个转换的过程 它这个特性把它记起来 你要用的时候才方便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看右边的Z平方 右边是Z平方嘛 所以事实上呢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画成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为 所有上面 全部都包含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这样转换过去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 一个例子 算在这边 因为左边呢 我们留着 把我们刚刚算过的东西 做个整理 放在那边 随时我们记住它的特色 所以我们上次不是有发 张讲义给大家吗 这讲义上面呢 有各种转换的 OK 我从一本那个书本里面 把它copy下来 给大家 就copy这么 这么 two page 给大家当作 这个资料库 好 再来介绍一下 这个转换 Z 加上Z分之一 这叫 这叫Jokowski Airfoil 的一个转换 OK 好 我们看看 从Polar Form 我们来看 Polar Form是什么 Z呢 等于R Exponential I 所以我们过来之后 W呢 会等于什么 Z 再加上Z分之一 那是不是R Exponential I 再加上R Exponential I 分之一 对不对 Exponential I 再加上R分之一 的Exponential 负I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好 我们再把它转换 整个展开来 变成Cosine 所以这边有十步 有虚步 这边有十步 有虚步 我们把十步的 放在一起 Cosine Theta 比如说这个 先展开来 变成I Sine Theta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好 这很快 这边Cosine Cosine 大家都一样 R再加上R分之一 的Cosine Theta 再加上Sine的 这边是正的 R Sine Theta 对不对 就变成R 减掉R分之一 的 I Sine Theta 我们就可以转换出 这个样子的一个 数字 那么这个边呢 会等于U 再加上IV 所以这样 马上就可以 看得到 U呢 会等于什么 R 再加上R分之一 的什么东西 Cosine Theta V呢 会等于R 减掉R分之一 的Sine Theta OK 我们就转换出 这个东西出来 好 这是什么东西 这样看不太出来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举几个例子 好不好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我们这边 是一个Circle A Circle Circle是什么意思 Z的绝对 只等于R 它是等于一个Constant 所以说Circle可以从0 变到2排 对不对 R呢 是固定的 R要是固定的 那么这边也是固定的 这边也是固定的 OK 我们要求这个呢 不要等于1 OK 不要等于1 那么 这样子一来 就变成说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或者我们更进一步 可以把它写成为 U的平方 请你整理一下 它会得到 R再加上 R分之一的平方 再加上V平方 除以R减掉 R分之一的平方 等于1 它可以写成这样 请你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方程式 椭圆方程式 你将一个圆的 转换成一个椭圆的 所以呢 假设你来做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在Z-plane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为 U-plane上面的椭圆形 OK 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有个 有一个眼圈圈 这边1 这边2 那这个就1.5 对不对 那么 它就会转换到这个地方 抱歉 画得很丑 它就可以 这样子过来 OK 很漂亮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OK 没关系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把一个圆的 转换到一个椭圆的 相当于你可以反向走 把一个椭圆的 转换到一个圆的 所以我将这个结果 再写在这边 Z 加上Z分之一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圆 Z-plane 立刻呢 就转换到 U跟V 就是W-plane上面的 椭圆形 OK 就这样子 请大家要记住一下这个东西 好 我们再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样的转换呢 当然转换非常多种了 对不对 我们这边转换 只是让大家看看 它可以怎么样 原来你每一个方程式 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来看看Example 加上W等于Exponential Z次方 我们头一次进入Exponential 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在Z-plane上面呢 我们Z呢 等于X再加上IY 就看看你要Polar的表示式 或者是XY的表示式 都可以 OK 那么我们要转换到W-plane上 那么也就是W呢 会等于Exponential X再加上IY 对不对 它Exponential Z 所以呢 我们可以 简写成Exponential X次方 Exponential IY 这看起来呢 好像转换过去 用Polar form 比较好看一点 我是不是可以 把它写成Exponential I5 对不对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的时候 它马上就告诉我 大R会等于Exponential X 大Phi呢 会等于什么 就是Y 大Phi就会等于Y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转换会怎么样转换 OK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 Vertical Line OK 假设我们X呢 等于X0 它是一个常数 X是固定的 那么在这个转换呢 当中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R呢 会等Exponential X0 也是某个常数啊 对不对 因为X0已经是常数嘛 去Exponential还是常数 Phi呢 会变成什么 Y OK Phi呢 会变成Y 那么Y就随便它动了 这Y有没有说多少 没有耶 Phi呢 就等Any 那么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有个半径是Fixed 变成这个角度是Any的 那这个什么 圆呢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表达出来的 比如说X等于C 现在呢 我就可以转弯到 U V上面的 一个圈圈 半径 R等于Exponential X0 假设这个叫X0 对不对 它就可以转换过去了 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看一下 所以呢 你可以 比如说好了 我们有个地方 我想要探讨一下 这个怎么转换 Zplan X Y 我可能有两 我要探讨是这个区域 怎么转换 所以这个区有第一条 直线 X等于0 以及第二条直线 X等于1 横的呢 有第一条 Y等于0 电路跟Y等于1 我们想问一下 它转换过来之后 变成什么样的形式 会变成什么 OK 所以呢 X已经知道了 X会变成两个圆 所以呢 当它等于0的时候呢 0的时候 它会等于什么样的东西 0的时候 半径等于1啊 所以它得到一个1的半径 所以第一条呢 会得到一个1的半径 X等于A X等于0 对不对 好 半径呢 等于1 第二条呢 X等于1 X等于1 你会得到 Exponential1 Exponential是多啊 三点多啊 三点二几 是不是 还是多啊 OK 不管它 你会得到另外一个半径呢 比较大一点的半径 OK 这个呢 这个呢 X等于1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说 这两个里头的范围 变成这个圆圈圈当中 所夹住的地方 但是呢 这两个范围还有Y啊 Y我还没有弄啊 我们来看看 Y它会变成什么样 OK Horizontal line Y呢 会等于Y0 它也是个Constant 没有错 Y会等于Y0 就代表一件事 你Phi呢 等于Y Phi竟然是固定的耶 Phi是固定的 那半径呢 X呢 它没有定义X X等于Any啊 所以是不是R也是等于Any 对不对 所以呢 X等于Any Any的意思 它可以从负的无穷大 到正的无穷大 所以呢 我们的大R呢 Xponential的这个 Xponential负无穷大 等于多少 0到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很简单 我们第一个呢 Y等于0.5 这条横线 它就变成C打 Phi等于0.5 0.5是多少 一个Phi是120度 对不对 0.5是3.11 算六分之一好了 大概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条线呢 Y等于0.5 另外一条1 Y等于1 就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大概是在这边 Y等于1 所以相当于呢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区间呢 就在这边 它可以把它整个这样转换过来 一个方形的转换成一个扇形的 OK 非常容易判断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只是个简单的例子 我把它再操在这边 它的立体上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形状 那那个形状我先不算 我把结果啊 操在这个地方就好了 Exponential Z 四方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以将一个Z plane的 OK 它的一个空间 我们把它转换过去 我们把它转换过去 OK 它可以变成这样 或者呢 它可以将一个带状的东西 我一定拍 OK 我们把右边呢 划成另外一个方向的线 它可以转换成 Z plane W plane 转换成什么样子 里面的呢 在这边 外面的呢 在这边 OK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转换过来 下面这个部分 请大家回家座 这叫Z plane 这叫W plan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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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